21日周四A股收平 周四不黑挺好 今天指数一度探到了挺低的位置 把去年11月末的那个低点2885给打穿了 击穿最低点2882 之后展开了绝地的上涨 这就最主要拉成什么 白九 白九今天对指数贡献是非常之大 那么我们前面说 我说白九要是稳住了 那大盘就要稳住了 那今天这个动作算不算是稳住呢 我们来分析分析 大家看早盘的时候 下跌的个股很多很多 4000多只是不是 现在到北盘收盘的时候 上涨的是3500-6百只 下跌的只有1500只 这个样子 实际上是完全好转了 另外今天的北上资金 也多少有点意思 一直是乘入小幅流入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这是北上资金 另外我们发现今天创业版涨的是最多的 其次是科创版50指数 那么创业版为什么涨这么多呢 主要是光伏 还有凝王等等的这些新能源方向的带动 今天的盘面就是创业版的老赛道是全面其中 再有白九的动作 那么对主板起了一定很大的支撑的作用 然后券商是拖累指数的 几次都是他惹的货 这个地方往下跳呢 他也得承担主要的责任 就是击到了2882 他非但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 他这个作用是坏作用的 到现在这个位置呢 今天券商也收着一个星 我们看看明天能不能有起稳的动作 你来看一看这个情况 今天成交量呢 7000亿多了一点 比昨天的略略的有增长 是不是 放了一点点小量 大家记住 这个底部的上涨呢 形成底部结构量不重要 有人说一定要放量 放量不重要啊 什么重要 但是启动的板块一定要放量 就那板块必须有量 几个板块有量 就能把大盘给带起来 一上涨 成交量自然而言就来了 那么我们发现呢 这个上涨指数 我们最近最关心的呢 就是说这个日线级别的顿化 大家看 今天数值是31 变化了一个多 盘中最多的时候 变化到了33 这样如果这样的话 那再跌这么两天 顿化就消失了 顿化消失呢 我们再找这个确定性的低点 就不太好找了 明白那意思吗 所以说这个是个好现象 今天无论何是个好现象 但是呢 这个的DIH值还在向下见头 很显然呢 一般喜欢这个单日反转呢 这个K线组合 不是这样的K线组合 这样的K线组合呢 至多你看的一个 是一个曙光出现 也就是深入这个 前一天阴线的一半 上方一点点 也就是至多 就是一个曙光出现 但是判断完全反转 以据不足 另外你今天看 上涨超过5%的 这样的一个加速 到尾盘呢 稍稍多了一点 110多只 这个数量太少了 这个数量说明啥 都是大家伙在拉指数的东西在讲 其他东西并没有大面积动 另外今天这个游戏传媒呢 也有些许的表现 结果呢 最后呢 在这个大家像什么 呃 人工智能啊 算力啊 也都有一定的表现 他们 他们我估计 科技这个方向 可能这地方还需要整顾一下 今天上午那个低点 还需要确认一下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不是那么太确定啊 那这个K线组合 只能是看着一个 初步稳住的那么个信号 能不能具体稳住 还要看这样的 后面的表现啊 当然了我们从概率上说一下 如果从今天这个涨跌加速比 还有这个涨跌的涨的质量上来看呢 这里面大概率还是一个反弹 就是没办法判断它是反转啊 那么这个指数量化呢 我看最起码要把 昨天的那个高点给收复了 也就是昨天那个高点呢 基本是2937啊 再前面这个高点呢 是2940啊 判断如果要站到2950上方去之后 明天接着来一个 别的板块必须动啊 而且白酒必须得到确认 别明天直接就跌了 这不行 所以说呢 这个地方并不着急啊 今天不是一个大力反转的 这么个信号 我们再看一看啊 当然了 所以有些品种呢 创业版这东西可不可以加一加呢 我们来看一看 今天涨的最多的是创业版50指数 然后呢 是什么 然后是创业版指数 然后呢 是科创版50指数 科创版50指数呢 基本是这一颗阳线 这是穿头破脚 它收复了昨天的跌势啊 所以说这就算是一个有力度的反上 创新低之后呢 你仔细看一看 它也是有日线级别的低点的 而且这个地方呢 跌直向上拐了 所以说很想要还要继续持有啊 我感觉这个方向呢 恐怕比创业版那个要强一点啊 这是我的观点啊 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相关的科技品种 在今天这个低点缺义之后就可以要注意了啊 大家看看这个是创业版指数 创业版指数呢 实际在这个地方是有日线级别的动画 大家看 实际它已经形成了向上的拐头这么个动作 是不是 也就是说日线的低点结构 创业版是形成了70% 也就是说呢 应该就是出现了积极的信号 但是你发现没有 这个成交量不一定不太好 不是我们你说说有些刚才你说不看成交量 但是看单指数你就要需要看 我说上证指数不需要看啊 你要看板块的成交量 你看这个创业版里面呢 光伏的成交量是不错的 但是光伏坑我们多少次啊 每次出现阳线都是跌跌不休往下跌 判断这次呢真的是概率大 但它也只是一个暂定为反弹的行情 包括新能源 包括那些锂电什么的 都是维持这个思路按反弹的思路下来 既然已经形成了低点结构 那么需要去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可以尝试性的做多 创业版啊 然后再看看深层指 深层指还没有拐头 深层指的指标还没有拐头 是日线的低点结构没有形成啊 最后呢看看上证指数啊 上证指数呢 这个地方肯定是没有形成的 那么上证指数是标的指数啊 只有在大环境好的情况下 这些小的指数呢才能搭台长系啊 所以说呢我们最终还是以上证指数 形成日线的低点解构为准 另外上涨的5%的加速大幅增加 这才是完全见底的信号 现在不充分 现在按反弹做做行啊 创业版当中呢 科创版当中有些品种呢 是可以考虑的啊 可以适当的增加增加啊 按短打思路先啊 做打的赢就往前接着打 打不赢那就哪天就说不好就跑路了啊 好了大家再见